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间前证明是个完全证据的结论 崔道直从警64年 累计鉴定痕迹物证7000余件 无一差错 他被中国警界称为 刑事技术专业的国宝级专家 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 如今85岁高龄的老人 仍在刑侦一线日夜忙碌 这些痕迹物证主要包括 手 足 弓 枪 手 手印 足迹 各种破坏工具痕迹 枪弹痕迹 不包括这四类的其他 都叫特殊痕迹 都是属于我们痕迹解验 来完成的 崔道直 1934年出生于中国吉林省 梅河口市 一个普通的朝鲜族家庭 三岁丧父 四岁丧母 从小有奶奶抚养长大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17岁的崔道直 毅然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5年 崔道直从部队转业 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公安厅 而后 他被安排到公安部 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 学习痕迹检测 成了国家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 并且是当时黑龙江省公安厅 唯一的刑侦技术人员 一叠叠泛黄的卷宗 保存着崔道直 曾经参与鉴定的大案要案 记录着当年的惊心动魄 白宝山案 曾被称为1997年 中国十大案件之首 而轰动全国 1996年 刑满释放人员白宝山 袭击某部队哨兵 抢夺枪之后 在北京新疆两地疯狂作案 近一年多时间 就先后枪杀军人警察 和无辜群众15人 抢得财物140余万元 但现场除了几枚残留的弹头和弹壳 别无其他线索 当时 崔道直亲自赶到乌鲁木齐 进行现场勘查 看看两地的案件 是不是同一支枪打的 再延续到是不是同一人干的 是这个问题 去了以后 把北京的弹头和新疆发射的 这个现场的弹头弹壳 给我拿来了 我连续地看了三天两夜 弹头对什么呢 就弹线了 这个枪管里边有四条弹线 有四条弹线这么旋转的 经过三天两夜的鉴定 崔道直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 北京新疆两地的弹壳 为同一支八一式步枪发射 可将两地案件并案侦查 正是基于这个鉴定 在北京犯罪后 被送往新疆的服刑人员 犯罪嫌疑人白宝山 进入了警方视野 很快 白宝山被缉拿归案 惊天大案落下帷幕 在新中国公安刑侦事业中 崔道直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传奇 在张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 白银系列强奸杀人案 黑龙江鹤港杀人抢劫案等重特大案件中 他凭借一双火眼金睛做出重大贡献 痕迹检测是一件需要极大责任心和耐心的工作 面对海量的样品 需要反复勘察 研究 对比 崔道直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里 又随时准备着奔赴现场 几十年如一日 崔道直练就了一种独门绝技 就是在射击弹壳和弹头中 辨别各种鲜如发丝的痕迹 1999年崔道直就已经正式退休 可是他离休不离职 每年要参与多起疑难案件侦破工作 他带逃突破技术难关 发明了用铝箔胶片提取弹头弹线痕迹 为填补中国自己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 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2年左右 我们国家要研究这个枪弹自动识别系统 我这个时候就我已经啊 就把这个发明的买做完了 就这么的我就拿起来 拿起来以后就开始测 测试的结果 我那个当时直接认定第一名的 这个就打压到80以上 其他那个加拿大加拿大都是就70多了 就是我们公安部正式法统治 明年的重点项目的推荐项目之一 就是黑龙江的强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 这样的地方 一辈子奋战在自己热爱的公安事业上 崔道直显有陪伴家人的时间 他的老伴金玉依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镇 对于默默支持自己事业的妻子 崔道直感到无比亏欠 我老伴现在是到了这个程度 挺亏欠的 他离不开我现在 离不开 因为你看看那个时候全省的案子这么多 全省每年这个勘察现场 可能至少的三四十期吧 就得多得出现场 这个第一个孩子 第二个孩子生的时候我都没在家 那个女同志 后来我才知道 尤其是分娩期间呢 这个以后的一段时间呢 不应该接触凉水 那没办法 那个破了屋子里边 那个直来水也不是常有 就在里边洗戒子 什么干啥 所以就大不见 为方便照顾患病妻子 崔道直陪着他住进了养老公寓 跟随他们搬进来的 还有他视如珍宝的显微镜 铝箔胶片 弹道斩平器 我把我六十多年 来在恒基检验工作岗位上 积累起来的鉴定案子 方面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 我要把它都总结出来 总结如果用PPT把它编成册子 交给我们年轻的一代 请他们做参考 2019年年初 崔道直被黑龙江省公安厅授予 龙江公安特别贡献奖 在颁奖仪式上 他将陪伴自己多年 屡见其功的显微镜 郑重地交给黑龙江省公安厅 形式技术总队的同事们 是一件工具的交接 更是一种精神 和责任的传承